从云图上来看过去几个小时青苔泥沙它持续的增强当中 不只是暴风半径稍稍的扩大 而且呢进中心的风速也逐渐增强 我们从云图上可以看到它的台风眼已经出来了 而且越来越明显 这代表的是它接下来最快有可能会在今天就会增强为中度台风 所以说我们还是要持续来特别的严加戒备 而且它现在往西的方向来移动之下 我们也可以发现它在整个外围环流甚至暴风圈是比较大的 因此呢现在外围环流是一波一波的持续扫进来 我们从雷达回波图带您来看得更清楚了 从今天早上开始 其实包含在北部还有东半部地区 雨势就非常的明显 特别是您看到颜色偏黄偏红的地方 如果移入地区的话都会带来非常明显的降雨 因此在过去像是8点到9点还有9点到10点的时候 宜兰山区的时雨量都来到大约是100毫米左右 所以说在这边的雨势下得很猛烈 而且累积的速度非常快 而且除了我们昨天在北部的山区 雨势很明显之外 从今天开始随着它逐渐的往西移动之下 所以说在花东地区的雨势 今天也是越来越明显了 整个汇流的范围逐渐的扩大 我们就来看到目前的一个累积雨量了 从今天零点一直到刚刚 宜兰大同乡也就是在宜兰的山区 累积雨量已经来到了574毫米 达到了超大豪雨的等级 再来是桃园复兴区在349毫米 新竹 尖石 花莲的玉里 也有200毫米的一个累积雨量 台北晴天岗今天的雨势比昨天稍微缓和一点 目前是在163毫米 现在气象局也持续针对了 特别是北部还有山区 以及东半部发布了豪大雨的特报 刚刚说到了包含在台北宜兰山区的市 超大豪雨代表的是24小时累积雨量 会来到500毫米以上 那么大豪雨的范围是桃园跟新竹的山区 代表是一天的累积雨量会来到350毫米 而豪雨的范围像是基隆北海岸 新北市 台北市的平地 还有台中山区 特别是靠近东半部这边 棱线的一个山区的区域 以及花莲 还有大雨的范围是在桃园新竹 南投山区 高平的山区 恒川半岛 宜兰平地 台东 还有兰雨绿岛 也全部都是在大雨的范围 所以这一次面对泥沙台风 它带来的一个豪大雨的警戒区域 还蛮广的 所以说今天提醒您 真的是没有必要的事情 先暂时不要外出 那么包含像是在整个新竹以南地区 今天也是笼罩在整个外围环流的影响之下 会有一些间歇性的风雨 不过我们从几个时段带你来看到 接下来的雨势发展 除了北部还有东半部 雨势很明显之外 特别是颜色偏红偏紫的这些地方 都有机会来到累积雨量 像是100啦甚至是200毫米以上 而且只有短短的几个小时而已 那么接下来我们可以发现的是 雨势好像在花东地区稍微的缓了一些 尤其是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的早上8点这段时间 花莲跟台东可能有机会出现一些的空档 可是在北部还有特别是宜兰这个地方 雨势还是很明显的 所以说这样子连日的降雨 尤其是在山区是非常容易出现 像是土石流啦或者是滩方的一个影响 因此呢在山区的观众朋友 您一定要特别注意您的自身安全了 那么接下来还要来看到的是 它的一个走向 它会持续的往南海的方向来移动 而且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移动路径 各国预测它会稍微的往上 接下来会往下移动 原因就是今天晚上东北季风要增强了 凉冷空气下来也把它给往南推了一些 所以说我们来看到未来几天 要特别注意的是 外围环流再加上东北季风的一个汇流效应 共败效应影响之下 在北部啦还有东半部地区 都会有持续性的豪雨 甚至是大豪雨 沿海地区尤其是西半部在明天后天 强振风会来到十一级哦 那么呢随着它逐渐的往西移动 也许最快在今天晚上或者是明天清晨 就会解除海景了 但并不是解除海景之后就可以掉有清新 因为刚刚提到了还有共败效应的影响 所以我们就来看到这个共败效应 为什么我们要慎防呢 因为从今天晚上开始 随着冷高压把凉冷空气给带下来 到时候呢这一波冷空气跟台风 泥沙的暖湿空气会在我们的北部 还有东半部汇流 那么这样子的一个冷暖空气呢 它们视力都很强 而且呢互相挤压之下 除了风很强之外 也很容易呢碰到地形出现明显的台声现象 那么雨就会下下来 而且在山区是非常容易堆积的 这也是为什么尽管它逐渐的往西移动 可是只要外围环流跟我们的东北季风 出现汇流的影响之下 依旧到下礼拜一礼拜二 还是会有比较明显降雨的一个原因 就在这里了 那么刚刚有提到风也很强 主要也是因为受到东北季风 今天晚上就要增强的关系 那么先来看目前实际的风力观测 包含在积压溢以北地区 还有像是基隆啦东半部地区 现在的风大概是在 比如说强震风有7到8级 甚至有9到9级的 这代表您走在外面的话 可能趁雨伞会觉得 这个伞很容易被吹翻 或者是有点寸步难行 那么特别要注意到的是 蓝雨跟恒春半岛 在今天白天也有可能会测到 10到11级的强震风 这样子的话有一些 比如说比较脆弱的乌瓦 或者是一些露树 它是有可能会被折断吹翻 甚至是连根拔起的程度 所以说一定要特别注意到 这样子的一个风带来的一个威胁了 那么另外也提到 今天晚上开始 东北季风就要增强 除了我们带来的雨势跟强风之外 还要特别注意的就是温度 我们要特别提醒您 在礼拜一礼拜二的时候 在礼拜一温度会先稍微下滑 礼拜二会再降一次 尤其是在礼拜二这一天 台北宜兰的高温 因为下雨的关系就有20度 低温会掉到18度 连新竹也只有19度 所以说这一波 因为包含有雨的因素影响 所以说感觉会比双十节 那一波的东北季风 还要再更凉冷一点 所以说北台湾的观众朋友 一定要记得多戴一件外套 不要着凉了 那么在中南部地区 我们来看到高温的部分 明天后天还是可以来到 27到30度 感觉是比较舒适到偏暖热 但是早晚的低温 也是落在21到23度 甚至嘉义有可能会来到19 20度 所以早出晚归 一定要记得采取洋葱式的穿法 因为早晚的日温差非常的大 所以说接下来几天 尤其是明天要上班课了 礼拜一礼拜二 我们要特别留意的是 北部东半部地区 雨势还是很大 要记得带伞出门 特别是机车族群 您一定要慢速行驶 在路上天云路滑 特别小心 还有呢 再来就是温度方面 记得一定要记得多戴一件外套 因为从今天晚上开始 风要变强 而且礼拜一礼拜二 温度还会再下滑 以上是这节最新迹象 我们要把时间再交换给上军 掌握全球情绪 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并开启小铃铛